这是这个上街自由的所在 快乐爱台湾 下音上有爱 上快乐的电台 下音上有爱 上快乐的电台 欢迎收听子鱼生活23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竹竹竹竹 那今天的子鱼生活234 的正牌节目主持人张晓博 因为有事情 所以他就不在了 由我来这个代班 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 高雄台湾 或者是国际 最新的时事的议题 那我知道有很多听众朋友 非常的喜欢张晓博 跟想念张晓博 所以不用担心 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 也会提到张晓博 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仿佛他就在你的身边 从来没有离去一样 那今天首先要跟大家 来分享的议题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昨天 在台湾的这个 艺文界 或者是说流行音乐界 非常重要的一件新闻消息 就是高雄市长补选 那代表民进党参选的 候选人陈希迈 昨天去参加了 大港桥的开幕典礼 并且公布了 他最新的一个文化的政策 就是如果 他能够顺利的当选的话 他会全力的来协助 促成大港开唱的重新举办 那为什么这个消息 会造成就是 包括年轻的族群 包括流行音乐界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注呢 这当然最主要就是在于说 大港开唱 他其实是对整个台湾 以及高雄的流行音乐产业来讲 已经有一个指标性的 品牌的意义在那边了 大港开唱一直到 2018年19年的时候 已经举办了10年以上 虽然说中间有一度 因为这个举办活动 真的很困难 然后停办 但是绝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民进党 在高雄执政的时候 全力的协助跟推动 让这样的一个文化的音乐季 可以陆陆续续 顺利的每一年都 基本上能够来过 举办的这个成果 那大家也都知道 在这十几年的努力下来 大港开唱 他已经逐渐的成为了 整个南台湾音乐 最大的一个盛事跟一个品牌 在古早的时候 例如说像我这个小时候的时候 那通常聊到这个音乐季 大概都会想到说 台北有这个共聊嘛 那这个南台湾就是有肯定的春娜 那么呢 大港音乐季 他可以算是这个比较 从中间异军突起 然后成为不只是三足鼎立 甚至差一点就要去 那个一统江舞 就变成是全台湾最大的音乐盛事 那这样的过程 当然是需要非常非常多人的努力 而且过程绝对不是非常的容易 刚刚有提到 大港开唱就算有市政府 全力的协助跟支持 那他也不是说 每年都能够顺利的举办 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在音乐的这个这条路上啊 不只是创作者要热情 也需要我们的政府和民间 大家一起来努力 才能够让我们台湾有这个才能的年轻人 这些独立的乐团 有一个可以挥洒的空间 以及朝向一个产业链发展的这个过程 大港开唱这十几年来的努力 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象征啊 那而且他到了最近前些时候的阶段呢 已经跳脱出了这个传统的音乐季的格局 怎么说呢 传统提到这个音乐季啊 我们就只会想到就是 哎呀有乐团嘛 大家一起嗨 然后一起听歌 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跟一个场景 可是呢 大港开唱在前几年的时候 开创出了一个所谓的复合式经营啊 或者说是异业结合怎么讲呢 他邀请的来宾 哎呃可能不是音乐界的 例如说他找过这个香港非常有名的这个演员 准备 现在已经是准备申请来入籍台湾的 就是黄秋生 而且他也找过谁呢 他也找过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当那个鬼娃恰吉很红的时候嘛 就做一个类似代言人的这个角色 那这些来宾的邀请 他不只是代表着大港 那个开唱他的一个音乐季的特色 而且凸显出他的确 是作为一个可以掌握到年轻族群的脉动 以及可以吸引到年轻族群的注意 的这么样的一个活动 因为年轻人 他就是喜欢求新求变 然后呢各种新的尝试跟挑战 他都愿意来接受看看 说到这边呢 我就想要举一个例子 那前几天 我去领那个口罩实名制的时候 那就在药渠嘛 他就是拿健保卡跟这个店员说 我先这个礼拜能不能领 OK 没有没有问题可以领 那店员在拿给我之前 就提醒了我一下说 这个款式比较少见 你能够接受吗 是紫色的口罩 我一天就觉得说 OK啊 越少见的越好 为什么 因为平常大家如果都是戴那种 很一般的那种外科手术用的口罩 那就是浅绿色的嘛 又或者是说一些比较常见的款式 啊这样就比较要怎么讲 比较没有特色嘛 对不对 毕竟口罩戴在这个走在路上啊 或者是骑车 他某种程度上 除了帮我们挡那个灰尘 防治武汉肺炎之外 更重要的功能就是怎么样 可以帮自己的这个打扮 可以多一些变化 所以听到有紫色的口罩 还是立体的 哇 这真的是很少见 立刻就拿了 就变成说是一个意外的插曲了 那后来呢 我把这个口罩的照片 放到那个脸书上面去 果然下面就有很多同好就来留言了 就说哇 好漂亮哦 好想要 或者是说我怎么都没拿到 那就让我想到更早之前 那时候就是刚好在台北 那去领口罩 领到的是豹文的口罩 哇 都是一些隐藏版跟特殊版的 那举这个故事呢 并不是要强调说我个人也很年轻 虽然这也是目的之一 这个是偷渡的 那最主要是要做一个例子 就是年轻人的特色 他不一定是他在这个 生理年龄上面的年轻 更重要的是他的想法 是愿意去接受一些新的挑战 愿意去突破他原本有的这个框架 然后呢去找寻一些新的可能 那也正是因为年轻人独有的这种冲劲 跟这样的一个想法 让社会上有很多的创新 是可以得以实现的啦 那很多时候呢 大家都会觉得说 年轻人不错啊 为什么不错 就是他们敢挑战嘛 敢失败 然后呢在这样的尝试之中 打造出一个新的可能 让我们社会更进步跟更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年轻啊 他就不是一个单纯属于你的生理状况的年轻了 而是说你的心 有没有跟着这个时代的 跟这个社会的脉动 一起去保持这个进步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刚好又搭到了 这一个高雄市长补选最近很热门的一个议题 就是为什么忽然之间 每个人都在比较说 你比较老 你比较年轻 你是叔叔 忽然之间会觉得说 为什么好好一个市长补选 莫名其妙变成了这么一个议题 那当然 跟各位听众朋友要来做的分享是说 年轻这个议题 之所以会吵起来 起源呢 就是因为这个民众党的这个党团 这个立委总召蔡壁如 他自己上广播电台专访的时候 失言了嘛 在广播那个广告的时段之中 跟主持人那边闲聊说 哎呀年轻人二十几岁就爱跟风嘛 然后被大家骂翻 骂翻了之后 他们才心不甘情不愿出来道歉 说哎呀没有啊 是我的表达问题 让大家造成误解啊 我道歉 就是不肯承认说 他觉得啦 就是二十几岁年轻人就是爱跟风嘛 对不对 那是他的真心话 那这样的议题刚好 由于蔡壁如他又是民众党 高雄市长候选人吴义正的总干事 那话题就这样 咻像一把火 点燃在那个线上面 一直烧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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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高雄来了 那就开启了所谓高雄的这个年轻的议题 那国民党的候选的李梅珍 哎好像感觉到这是一个可以攻击的这个点 就开始攻击了 攻击什么 攻击民进党的陈其脉说 哎呀其实不年轻了啦 在那边装年轻 听到这里其实我一开始的反应是 这个满头问号啦 那个喵心人问号这样子 怎么讲呢 其实年轻这个东西 就跟我们刚刚说的一样嘛 重点是你的心态年不年轻 而不是你的生理 你的年纪年不年轻 说句实话 年轻这个议题 它不是现在才变成一个议题的 早在2014年的时候 台北市长选战 这个年轻的议题就已经出现过一次了 当时候呢 连胜文不是就标榜说哎呀我很年轻啊 我是上过八堂课的财经专家 他没有这样标榜是我们帮他封的 然后 那连胜文用年轻来衬托自己的时候 当时候还没有招惊的柯文哲 他用什么方式来回应呢 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啊 他不是去那个用他的年纪来做个回应 因为他年纪就比较大嘛 这是事实嘛 可是呢他用很多会吸引年轻人注意的 甚至是说可以让年轻人感同身受的一些活动 甚至说一些包装 甚至说是一些竞选的策略 让年轻族群可以认同柯文哲 其实比连胜文还要年轻 所以在那段选举的期间 已经可以看得到就是 柯文哲的很多竞选的策略 那包括他曾经去参加过一些年轻人的活动嘛 以及又是在整个人团队里面都有很多的年轻人在出谋划策 在协助帮忙 当然往事已成云烟 2014的阿伯已经不是2020的阿伯 这个我们要表达一个惋惜跟哀悼的这个意思 好题外话 所以你看年轻这个东西 他绝对不是用年纪 也不是用你的生理年龄 就可以做个单纯的判断的 这么样的一个逻辑 套用在这一次高雄市长候选人的这个身上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先来看陈其迈 对啊 他的确没有很年轻 像我以我的年纪嘛 我37了嘛 对不对 我也不会觉得我自己是年轻人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一个已经41岁的人 说自己年轻 这的确是怪怪的了 好不好 好 没关系 属于理美政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 先回过头来 陈其迈他虽然已经50几岁了 可是你可以从他 不管是说从这个 在担政立委时期的那个问证表现 又或者是说 到了行政院副院长的这个 服务的经验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说 他的整个心态 以及他的整个在跟民众互动的方式 他还是一个属于相对是年轻的状态 例如举几个最明显的例子 之前他才刚刚去上了一个 广播的这个podcast 就是一个播客的这个网路节目 叫做台湾通勤第一品牌 说到这边 比较这个 年长的听众朋友 可能不知道这些什么 但是年轻的听众朋友 一定都知道我刚刚说的那是什么 那个就是在短时间之内 可以说是目前台湾最红的 本土的一个网路谈话性节目 那他的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两个主持人嘛 他们会用一种非常魔性的笑声 比如说 我学的不像对不起 那个不要来虚 要例如说 他们这个节目都在干嘛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说干话 说实话 因为毕竟通勤的时候 这是一个品牌象征 对不对 通勤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是需要杀时间 可是在这个通勤的过程中 你也比较少人会想要去拿 例如说康德的三大批判 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那边一边搭车一边念 因为有可能你 念到一半就睡着 然后坐过站 这样就黑了 不痛了 所以有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勤就需要杀一点时间 那学生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背单字啊 或者是一些 看这个教科书之类的 那对于我们来讲 有的时候就真的只是希望 可以让那个生活中多一些乐趣 所以像这种干话类型的 这个广播节目 其实是非常适合通勤时间 来做一个消遣的 就像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啊 我们标榜嘲讽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 有安排的干话 让大家听了没有负担 那偶尔呢 还可以学到一些 这个好像算是知识 又或者是说一个 平常不太容易会注意到的 这个方向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节目 希望可以跟张晓伯一起 然后带给各位听众朋友 这个欢乐又不失 这个学习的这个环境啊 这样子 所以陈希迈他去上 台湾通勤第一品牌 这个广播节目的时候 这其实就代表一件事情啊 就是说 你可以去上节目 而且你在这个节目上的表现 也的确是可以获得 年轻人的认同 跟那个他的一个肯定嘛 所以这个节目一推出之后 其实在网路上的分享也好 又或者是说网路节目本身的这个处理也好 那其实都是一个相当有娱乐性效果的 更重要的是 因为他已经离开了这个行政院副院长的位置 现在的身份比较自由了 所以呢在这么一个属于干话类型的节目上呢 他可以比较展现另外一个大家看不到的他 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政治人物的形象来讲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挑战 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 政治人物他会太过care 就是他自己给人的形象了 那往好处想当然就是会让自己比较不要犯错嘛 比较像个理想型 ideal type这样子 可是坏处是怎么 就会 就 快捏捏捏捏 就是好像连 那个举手喝茶的时候 那个角度都不能超过30度 这样其实坦白讲 就会跟一般人的生活生命经验脱离的 所以呢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上那个台湾通行第一品牌 然后以及呢 去大港开唱 大港桥开幕啦 然后去那个宣布要全力的协助大港开唱来复办 这些其实都代表的说 陈其迈他的整个心态 以及他想要推动的政策 是年轻的 而且是可以获得年轻很肯定的嘛 那换一个角度来看 好 来李梅珍 虽然说你41岁很年轻 相对而言 还是要强调一下 为什么 我目前看过对于年轻的定义 最宽松的定义在哪里呢 就是United Nation 联合国 联合国规定呢 40岁以下的人才叫做年轻人 你41岁了 请认命一点好吗 好不好 就算只是一 就算只有一年 你都已经过了那个门槛 你pass过去了啦 你没有继续那么年轻了 好吗 所以 你标榜年轻 他基本上来讲 就只是一个相对性的嘛 好 那既然你的生理年龄比较年轻 这样请问下你的一些主张啊 你的诉求啊 甚至说你的一些谈话 有年轻吗 哎 感觉好像也没有呢 对不对 例如说 哦 他之前提过什么 哎呀 他在这个莲池坛这边 30年都没有改变 他觉得很惋惜 这个时候我们就充满了莲池坛的问号 什么是莲池坛的问号 可能就是那个楼池坛上面加一些问号那种感觉 怎么说呢 小弟我也是住左营啊 莲池坛我有的时候我就会骑机车或骑脚踏车去 谁谁去爬爬罩啊 去享受一下那个 良爽的那个 那个风啊这样子 那莲池坛他到底有没有改变 其实有哎 姑且不论别的 我光大概在一个月前吧 哎没有 其实没有到一个月前哦 两三个礼拜前而已 我就骑脚踏车啊 去那边爬爬罩啊 然后我就看到什么 哎 他那个靠近那个交通那边的那个主要干道嘛 那条路的旁边 他有什么水上游乐设施 那个游乐设施 而且还是比较刺激的那种什么气垫城堡类型的 那在另外一边有一些游艇啊 这些这个船的设置可以做一些训练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 哎 我是骑脚踏车去的 那我要怎么样横跨 哦 这个交通非常繁忙的那条那个台17线 然后到达这个莲池坛呢 哎 我骑脚踏车 我骑脚踏车的专用 那个人型 那个高架桥呢 那这个高架桥30年前有吗 当然没有嘛 是谁盖的 城局市长啊 所以你从一个在地居民的一个亲身体验 就可以整个打脸李梅珍说的莲池坛30年来都没改变 那这很明显就是一个怎么样呢 就是他的李梅珍所设定的一些议题 他是跟现实脱节的 那这样有什么功能呢 其实坦白讲 他就只能去吸引到那些跟他一样 都没有在注意高雄到底产生了什么变化 然后呢 只会活在自己世界里面的支持者 简单来讲 哦 就是继续去召唤韩粉啊 因为呢 李梅珍到目前为止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战略的缺点 是什么 他的战略设定里面 包括他的议题 包括他的言论 他都有意无意的忽略了韩国瑜曾经执政过的这个事实 所以你会发现他很像是一个在野的挑战者 然后呢 到一个地方就说啊 这边都没有怎么样啊 然后到那边又说那边又没有怎么样 就像连池坛这个案例嘛 可是这些东西都不能忽略一件事情哦 韩国瑜当过市长 所以你说连池坛30年来都没有改变 那请问一下 你除了打脸到城局 就要给你打了好不好 那你是不是也打脸到韩国瑜呢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说 这是李梅珍跟国民党 他们在这一次高雄市长选战中 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他们面临到 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扮演一个 哎呦 我们自己人也当过市长的 咨询的方式 他们还是把自己定位在说 那是一个城局常年执政 或者说民进党常年执政 从来没有国民党存在过的 那么一个时空环境 所以一昧的 一直去用一种批评的方式 说哎呀 你看里面进党都没做事 好 假设你的前提论证是成立的 那就必然的也要去面对说 那你韩国瑜执政的时候 你干了什么事情 对不对 那你一直说 路平灯亮水沟通 OK啊 好 那我们在接受你这个前提之下 来问一下 那连池坦你韩国瑜 有没有做过改变 哎呦 那这样的话不就是 要么你就李梅珍 你要承认 韩国瑜没做事 要么就是李梅珍 你就觉得说 打脸自己 对不对 所以他就陷入了这么一个 二选一的困境里面 那这个其实从李梅珍 被征召要到参与到现在 我们可以一直看到 他不停的在犯下这个过错 那当然这个就是 他包括本人的候选的特质 以及整个团队 都面临到了最大的问题 那么回到年轻的这个议题 你可以看得出来 李梅珍他的一些言论 他的一些表现 他真的看不出来 到底年轻在哪里 说实话 就连吴义珍都比他感觉到年轻 像大港开唱 这个最明显的 为什么大港开唱这个议题 陈其迈表态之后 吴义珍也表态 大家都是一片肯定啊 理论上来讲 你就跟风就好了嘛 结果李梅珍一开始不敢跟 为什么 因为他在韩国瑜执政的时候 曾经批评过大港开唱 是下流初属的活动 你要他现在再回过头来说 哎呀我支持大港开唱 打他自己的脸啊 但是形势比人强 早上他被追问说 哎呀那个我们会支持艺文活动 那过一段时间 他就真的改口说 我也会支持大港开唱的复办 哇你看 选举选到把自己的脸 当众打给大家看 这个是不是非常的 令人感觉到很好笑的 好 节目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边先进一段广告 等一下再回来跟大家继续分享 暑期打工季节来临 为维护暑期公读生之工作安全 及保障取等权益 劳保局提醒投保单位 应与暑期公读生到职当日 办理参加劳旧保 及提缴劳工退休金 并何时申报投保薪资 及劳退月提缴工资 劳保局进一步说明 投保单位与暑期公读生 到职当日 申报其参加劳旧保 及提缴劳工退休金时 请填写劳保 劳退二合一 加保申报表 请参加旧保单位 请填写旧保 劳退二合一 加保申报表 寄送劳保局办理 有劳旧保投保薪资 及劳退月提缴工资 请按其每月实际工资总额 何时填报 劳保局会依劳工保险 投保薪资分级表 及劳工退休金 月提缴工资分级表之规定 自动规及为适当等级 如所雇佣之工读生 为部分工时人员 申报加保时 请务必于加保申报表上注明 部分工时字样 以利正确寄收 劳旧保保险费 及劳工退休金 而从事两份以上工作的工读生 如服务单位 都属于劳保强制投保单位 例如雇佣员工 五人以上的公司 行号 各雇主均应为其办理参加劳保 又如服务单位 皆使用劳动基准法 各雇主 亦均应为其提缴劳工退休金 工读生也可利用自然人凭证 邮政金融卡 劳动保障卡 电话 及零贵办理等方式 查询雇主 有没有帮自己加保 及提缴劳工退休金 以免权益受损 查询管道的相关资讯 可至劳保局全球资讯网查阅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快乐台湾 警察不安 快乐联报榜 欢迎回来子虞生活二三次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陈子虞 那我们正牌的主持人张晓伯呢 他今天因为有事 所以今天明天都会有我在空中 来跟大家做一些时事议题的分享 那上一段的节目呢 我们提到就是高雄补选的一些相关议题 特别是大康开唱 然后也提到了这个年轻 他的一些相关的讨论 那说到这个我就想到 其实年轻这个议题 他在之前 台湾激进的党主席陈毅奇 就很强调一个概念 就是说重点 不是年轻的肉体 是年轻的灵魂 跟年轻的想法 那从刚刚 陈其迈跟李梅珍两个候选人 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见 他的一个差别在哪里了 你可以身体的年龄变老 这只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对不对 这个老天就是给我们会变老的身体 但是呢 你可以让你的心 不停的跟着时代来改变 跟着时代来进化 然后呢 一直维持在这个时代的前端 这个至而所思未明前锋 这个应该是这个概念 那么呢 跟年轻人在一起 然后可以让你自己 更有一个新的想法 也不会被旧的一些习惯 跟观念给束缚掉 所以你看像这个台湾激进 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年轻人 会去支持 那很简单嘛 因为他们的整个做法 跟一个整个策略 以及整个党的形象 他都是走一个 真的是跟年轻人 站在一起的这个风格 那看张小博就知道了 那刚刚呢 我们的一些那个素材 跟大家分享素材 例如说像是李梅珍 他被翻出来说 曾经批评过大港开唱 那也是我们这个正牌的主持人张小博 他有在他的脸书上提这件事 我就看到 就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 很想念张小博 那可惜他现在不在这边 所以我们就用 朗诵他的脸书文字的方式 让大家认为 就是感觉到张小博 还是在你我身边 只要我们抬头看看夜晚的星空 就可以看到他的微笑 跟在我们旁边一样 对不对 那张小博 我知道他可能现在还在 有在听我们节目了 赶快上脸书来跟大家问个好 这样子 好 那那个这一段节目 我们来聊一些别的议题 那最主要呢 还是跟大家的荷包切身相关 就是这个三倍券 欺欲安全 这发音要很正确 不是三倍券 是券 那根据这个今天的报导 那三倍券的这个预购啊 已经超过了877万人 那因为这个是有点傍晚的这个报导 所以目前合理推断应该是已经超过 有可能已经超过了900万了 也就是说呢 台湾现在2350万人口嘛 那也将近 这个一半 至少四成以上了嘛 都是有去参加这个三倍券的这个预购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好东西 大家急着强啊 是不是 如果这个东西不好 你有怎么可能800多万人 你看都可以那个得票数 都比蔡英文还要高了 所以这代表这个政策 它的确是有一个诱因的 对民众是有吸引力的 那可是呢 毕竟这个政策出来 它某种程度上 会在政治的层面 成为一个攻防的焦点 所以从这个三倍券啊 它一开始这个名字叫做纾困 应该是说就是从它还是酷碰券的时期 那就一直有些不同的声音来讨论嘛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是有建设性的 那当然就是个欢迎非常的那个来讨论 然后让它更好 举例来讲 一开始以这个酷碰券的概念推出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有建设性的批评 说你这样的话会不会折扣太少 然后比较没有办法达到说 让大家愿意多花钱的诱因 因为酷碰券是什么 酷碰券是你要花很多 然后你的折扣才会多 然后你的折扣才会多 简单来讲你要先花假设说都是一万块 你要先花到一万块 它再退给你这些一笔钱 所以对于那些真的想要去振兴消费的这个目利来讲 其实它的方向是有点没有那么准确啦 因为这毕竟是你的着眼点是你会拿回来比较多嘛 而不是说你可以花更多 那个概念不太一样 所以呢 那个当时候的行政院在接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意见之后 就从善如流嘛 除了酷碰券的这个概念 留着之外 它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所谓三倍券 它的雏形 又是什么说什么呢 三倍券的概念是说 你先花一定的钱 然后政府给你更高的额度 让你可以花更爽 所以就变成说一千块你先拿出来 然后呢就可以花到三千块的额度 这是不是就跟之前的你要先花一千块 然后再退给你钱 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的嘛 所以这代表就是说 呃民进党政府啊它的一个特色啦 说实话就是 你骂了他有用啦 怕让人买啦 你骂到他怕他就会去做修整 那个虽然听起来有点好玩 可是这就是民主国家的常态啊 一个会听民意的政府 不就是一个民主国家所需要的政府嘛 对不对 难不成你要像隔壁那个国家吗 那个不管什么长江洪水啊 还是什么香港反弹 反正我国安法就是要推 啊那个洪水就是洪水 跟我什么事都没有关系 是不是 所以呢 台湾的这个现象啊 虽然说民主国家有的时候 会吵了一点 但这个吵是有用的啊 因为这个吵的过程之中 那你说白了 政治人物为了选票 为了继续能够执政 当然就会比较 愿意跟人民来做互动嘛 对不对 这就是民主国家真正的意义啊 好回过头来 三倍券啊 他预约已经超过了877万 那其中呢 有超过八成以上的民众 是选的是实体的 那个实体的纸本券 那当然也是有人选 那个数位绑定的这个模式 那这些其实都很好 那为什么 因为这代表什么 你要先花钱 不管你是数位绑定的 还是你是实体的这个纸本券 那你做这个动作之后呢 基本上你就是 会想要去消费嘛 那这个消费的过程 还是必须要再跟大家 来分享一个概念 因为很多这个 关于三倍券的这个讨论啊 一直到现在 都还是把焦点放在说 有这个部分的啦 就是说为什么不直接 把钱给一般的民众 为什么不直接发钱 我要再跟大家 来做一个报告就是 这个政策的目的 他真正诉求的对象 不是我们这些花钱的人 哦 是不是跟大家接受到 的资讯很不一样 这个政策真正的目的 是要去帮助那些 过去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 生意变得很差的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政府的施政 他就出现了 所谓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叫做什么 第一个阶段叫做防疫嘛 你总不能让武汉肺炎进来啊 你一进来你真的什么 你也不用纾困不用振兴啊 你就整天呆在家 你都不敢出门了 整个经济跟国家都会 非常的惨 像现在其他国家一样 所以防疫是第一优先 但是在防疫的过程中 一定会造成损失 什么损失就是经济的损失 因为我们的防疫措施越严格 也就相对代表着说 我们就是会减少人跟人的接触嘛 所以呢 这个经济活动 特别是旅游啊观光啊 或者是一些 甚至你连出去 那个跟人家有接触的行为 都尽量的减少 你看我们一开始 不是在延后两个礼拜开学吗 现在呢 就是变成延后两个礼拜放学了嘛 对不对 那个放暑假了 这个就是防疫的重要的目的 那接下来 OK好 你防疫防到一个程度之后 一定会出现说 靠腰我没有生意了 怎么办 我生意做不下去了 这时候就需要先帮你渡过难关 这就是纾困的概念 纾困它的目的 不是要让你过好生活 而是要让你这个生意 可以勉勉强强的维持下去 举例来讲 用成绩来计算嘛 你平常可以考到80分 对不对 哇你跑步很厉害 可以跑跑80分 那 因为你得了一场病 或者是说这个身体有些不适 受到影响 所以你可能 哇糟糕 没办法跑到80分 不要说80 你连60都跑不到 被盪掉怎么办 不行啊 所以政府就来帮忙 让你至少可以维持60分的水准 就是有及格啦 这个生意可以撑下去 那等到疫情控制到一个程度的阶段 就像我们上个月 终于宣布解封了嘛 对不对 那大家的生活相对的 可以恢复到比较正常的范围 高铁跟台铁都可以吃便当了 这样子 当生活渐渐恢复正常的时候 接下来是怎样 就是要再赶快在短时间之内 让我们的经济开始活络起来 简单来讲 你可能之前因为这个 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 你饿肚子饿了三餐 哇靠 真的是很厉害啊 对不对 那开始可以正常进食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呢 当然就是多吃一点 把之前没吃到的补回来嘛 所以三倍券的概念就是 把那个消费券啊 把这个三倍券 透过让人民去预购的方式 然后呢 政府再另外补足2000块的额度 然后去 让这些中小企业 甚至是一些小商家 能够 就是 多卖一些东西出来 让他们在短时间之内 可以把过去的损失给弥补住 让这样子呢 让我们的经济可以恢复一个相对正常的状况 这个其实才是三倍劝真正的目的啦 所以呢这个话题 我们又拉回到了这个某个非常厉害的 也不用某个啦 我们一向很喜欢点名 就是台北市长科文哲 他之前不是才出席论坛说什么 哎呀现在最重要的目标不是什么 防疫纾困振兴 而是什么防疫纾困转型 说了一副头头是道 还说什么不服来变 什么有头有脸的经济学家 巴拉巴拉之类的 这个东西我们会用另外一种角度来分析 但是现在先正面的先回应他的这个言论 其实啊 柯文哲这个言论 他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的 那个最后一趴 他的用词的改变 其实正正好就是 他整个论述最大的问题 OK你要防疫 这个同意嘛 他也同意啊 你要纾困 同意啊他也同意啊 那接下来你要转型 哎 这个就回到我们刚刚用一个 这个生病的概念嘛 当你一个人之前 生了一个一场大病的时候 你要恢复嘛 那你恢复之后 你还是要补足元气 对不对 如果说纾困是让你的身体 慢慢慢慢的恢复的过程中 那这个振兴就是让你 赶快变成大补完 变得跟以前一样正常健康的这个模式 接下来 你为了避免下一次的 再生病 所以你会怎么样 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健康强壮 例如说去做重训啊 或者说改变饮食习 这个叫做转型 所以柯文哲的动作 他问题出在哪里 他就是把理论上最完整的 应该是四个阶段 他硬生生的砍掉了一个阶段 然后变成三个阶段而已 就是扭点那个燕苗助长 或者是说忽然之间跳级 越级打怪的这个概念 所以其实柯文哲 他说的某种程度上是没有错的哦 可是他忽略了这个 就是振兴的阶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整个台湾从武汉肺炎疫情 一直到现在 他所要面临到的挑战 其实是四个 一个叫做防疫 一个叫纾困 接下来是振兴 最后才是什么 最后才是转型 所以柯文哲他刻意的把那个振兴拿掉 塞进去转型 这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种这个 忽略了必要阶段的做法 那当然为了是什么呢 因为他要打振兴券嘛 他一直说振兴券没用没用啊 所以干脆直接转型 可是这个从一个正常的一个 疫情康复的这个阶段来讲 他是刻意的省略的必要的阶段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大家分析的是一个 这个如何破解科学啊 这么一个桥段 那什么叫科学 科学就是柯文哲他的一个 政治操作的手法 那当然有些很关心政治的听众朋友 例如说像常听我们节目的 或者是听张小波 怎么分析科学家的这么一个听众朋友 都清楚说柯文哲最大的问题是 他常常在骂完的人之后才发现说 你怎么做过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例如说他骂政兴券 结果台北市加码呢 哇怎么办 你一边说政兴券没用 你的市政府又在那边加码 甚至还没有经过议会的同意 就直接把钱拿去用 被议会下令说 全部都跨党团的同意 说你一个礼拜之内台北市政府要跟议会道歉 搞得那么大 这代表什么 这就代表说 柯文哲他的弱点其实很多 那为什么柯文哲 他还是一直坚持着 就是用这种话术来攻击 这个民进党呢 很简单嘛 因为现在柯文哲啊 他的战略的总体目标 来讲就是白色 不是他要慢慢慢慢的白中透蓝啊 那由于在过去几波的民调 特别是说从他在2019年年初啊 那时候他的民调很高哦 就是不要说韩国语了 蔡英文就更不用讲 其实民调都是输给柯文哲的 然后在2019年年初的时候 可是就因为柯文哲他的整个荒腔走板的 选举的策略的操作 跟政治的操作出了问题 所以他的民调就一路往下跌跌跌跌跌 然后特别是关键时刻点什么 关键时刻点就是那个 他在2019年年中的时候 阻挡了嘛 台湾民众党出来 那更使得他的整个政治的声势 继续往下探底 一直探到了今年的年初的冲冲大选 然后最后呢 就是一个五席立委的一个党团的这个状况 而且也没有区域立委啊 都是不分区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柯文哲他就面临到一个就是 他已经被 这个所谓本土派的选民 或者是说民进党 泛民进党 泛绿支持者的选民 就是一个几乎是完全唾弃的状态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呢 他要怎样去巩固他的支持基础呢 OK 他就是反其道而行 他不是说再去争取绿的支持 而是说 没关系我就尽量让绿的尽量来骂我 为什么 当民进党的支持者骂柯文哲的时候 谁听起来会很爽 欸 没错 就是国民党的支持者 然后以及这个所谓这个厌恶 国民党也厌恶 民进党的支持者 就所谓的所谓这个中间的选民啊 跟泛男的选民 因为当柯文哲用这种方式去占据了媒体版面的时候 当然我们都知道说 有时候你可以理性讨论是很好的事情啊 有的人看政治就是看一个爽啊 对不对 所以当柯文哲被民进党骂的时候 哇 这个民进党的应该是说 当柯文哲被民进党骂的时候 讨厌民进党的选民就说 柯文哲你干得好 你被民进党骂 骂得越凶我越支持你 他要的是这一块市场 所以呢 柯文哲的很多动作啊 他看起来好像他也不管自己有没有被打脸 反正他就是图一个去跟人家吵架 然后跟人家骂有声量的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他其实坦白讲 你用一句成语可以来形容的 叫做饮症止渴 怎么说呢 因为你一个政党一个政治人物 你要能够长长久久 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你要从一而终啊 你要不要理如一嘛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政治人物 他最后会忠突落嘛 或者是那个政治生命断绝 就是因为他表面上表现出一个形象 可是私底下又是另外一个形象 例如说表面上是爱家的好男的 他私底下跟那个女助理还是谁去开摩特鲁 对不对 他换了一个性别也是一样嘛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呢 柯文哲他一直在短时间之内 做出这个有如乾坤大挪移 那个藤原拓海 在山道甩尾的这种政治立场的转弯 就必然的会使得他的盘越做越小 这也是为什么他会从2014年这个所谓的墨率啊 一路默默默默默到快变成默蓝了啊是不是 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他的这个动作就必然使得他 要越来越去往所胜不多的票源去这个抢啊 那在目前来讲他可以抢得到的票源就是国民党的 因为他被民进党骂嘛 所以泛兰的听起来就很爽 可是当泛兰的觉得 柯文哲被骂很爽的时候 有一个人很不爽 谁就是国民党 为什么啊你过来抢我的票源 要准备要列结我啊我的票都被你吸走了 我还混什么呢 这个东西以及这个局势 就是现在高雄市长普选的局势啊 那么这样一个操作有没有效呢 目前来讲依照柯文哲的能力啊 是有一点点不太有用 为什么 根据上周这个所谓的新闻媒体声量的这个大数据统计 那柯文哲他周末都来到高雄 帮他们的党籍候选人来站台浮选嘛 那一开口一直东骂西骂 狂风的炮火四射 最后的统计结果是什么 最后的统计结果 声量第一名的是陈其迈 因为陈其迈一直被柯文哲骂 可是呢陈其迈被骂了之后 他没有就是用同样的炮火轰回去 而是用一个非常柔软的诚恳的 一个非常踏实的一个回应说 我会让我自己更好 高度跟格局都有拉出来 死得哇柯文哲就变成了一个 有点像是伶牙力尺 然后只是一个毫无理由 那边乱骂人的这个形象就确定了嘛 所以站在高雄人的立场来讲 就会觉得说 诶 陈其迈虽然被骂了 可是他的回应很有格局很有气度 所以给对他的支持就更高了 也让陈其迈的声量成为第一名 那第二名是谁呢 第二名就是同样也有被李梅珍 被那个柯文哲骂了李梅珍嘛 那柯文哲是第三名 然后民众党候选人呢 不好意思 哇完全看不到车尾登 所以你看这个党主席欲驾清真啊 跑到高雄来东骂一通西骂一顿的 那个国民党跟民进党都被他 那个噼里啪啦骂完之后 受伤最重的是谁 他们自家的民众党高雄市场候选人 对不对 我要这个各位听众朋友 其实可以回想一下 民众党的候选人叫什么名字 好像还要想一下才知道 对不对 这个就是柯文哲 他这个战略最大的问题了 那节目时间的关系 我们同样的再进一段广告 快乐电报忙 快乐狗狗屏 97.5 快乐昆家南 92.3 快乐大台中 89.5 快乐大台北 89.3 快乐华当 98.3 快乐配偶 96.7 快乐红虾 91.3 快乐台湾 警察武汉 快乐联报忙 109年度保护智慧财产权全服务团法令说明会活动热情开跑 提供免费宣导讲座 让您了解关于智慧权的正确观念 欢迎工商企业 政府机关 国营事业及各级学校报名申请 详情请订阅02 2366 0812 转12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真编时事掌握社会脉动 请听你的声音 最用心的电台提供给你最丰富多元的讯息 无论是选举第一线报导 全国性议题 地方性议题 社会关怀等 你们的事就是快乐的事 永远跟听众听到的 快乐联播吧 我们每一个人的训练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 想要平安 健康 只要有心 大家都可以顺利 只要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这张欢迎 欢迎 欢迎给我们自己的完亲资助 祖生 免费自己结缘 控制335 数理33 控制335 数理33 最爱 最快乐的电台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欢迎回来这一节的子虞生活234的节目 我是代班主持人陈子虞 那我们的正牌主持人张晓伯呢 因为最近有事情 那不是走路啦 大家不要紧张 所以这两天呢 都会有我在这边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时事的议题 那前两节的节目 我们通常都是多半 聊的是跟国内的议题相关 那这一节呢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到 国外 来了解一下国际的事情 那当然 目前来讲 国际上最大条的事情 而且也影响台湾非常深远的 就是这个所谓的港区国安法 或者是说港版国安法 的陆陆续续的实施 那在这个中国人大 通通过而且实施了 这个港版国安法之后呢 那香港特区政府 也在今天就是宣布了 这个所谓的实施细则 这个术语呢 在台湾就叫做施行细则 那原本的概念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一般定法律 都是定一个大原则的这个方向 那在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细节 法律它不会管到那么细 所以就授权 由行政机关来做一个 比较细部的处理 举例来讲 我们的交通法规 规定说 你不可以停红线 OK好 那这是一个大方向 那么呢 接下来就是会说 细则啦 细则可能就会说 那哪些地方必须是红线 又或者是说 我们的法律规定说 OK 你黄线可以临时的停车 那细则可能就会规定说 那这个可以临时停多久 什么地方可以画黄线 是这样的一个分层的这个 来做个处理 不然的话 你要在一个法律里面 塞太多东西 或者是太细节东西 你就会让那部法律 变得很厚很厚 跟字典一样厚 反而有点搞不太清楚 你要找的东西在哪里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就是 那个法律保留的这种模式 让这个法律可以更加的具体更完整 而且由更专业的行政机关 来做一些那个细节上的安排 是一个法律上的常态 但是中国 都跟大家所认知到的一样 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它叫做变态的国家 所以呢变态的国家制定出来的变态的法律 就会在实施的细则上面出现了非常变态的这个结果 我们特别加强重音 就是因为要强调 中国就是变态啦 变态的国家 才会出现变态的特区政府 才会出现变态的法律 到底有多变态呢 今天的这个实施细则里面 基本上来讲 它就包山包海包很大 管东管西管很宽 瞬间就押韵了 我们的文学造语还是不错的 那明明是细则 细则就是说 有一些法律没规定到的 那个比较琐碎的东西让细则来处理嘛 刚刚有跟大家介绍 但是不是哦 这个港区国安法 它的实施细则是 好像是那个 呃我们的人造卫星一样 它可以把我们的地球整个都拍进去 整个全部的地球都是它的管辖范围 那里面为了去 帮这个中国政府 原谎 什么谎呢 就是中国政府跟香港特区政府 他一直去强调就是说 香港会有反送中 都是你民进党的阴谋啦 都是你台湾在背后操控啦 哇靠 台湾有那么厉害的话 我们早就独立了好不好 谁还跟你去搞反送中 我们直接把习近平推翻了 谁还跟你去搞反送中 对不对 而且如果真的那么厉害 我们也不用搞反送中啊 我就直接让香港独立就好了 是不是 所以呢中国政府啊 他为了要去 那个去援谎 香港特区政府也是 去那个把一切的罪 罪过跟阴谋都是民进党的错 往这个方向去处理 所以他这个十四系则里面 就有提出一些很匪夷所思的事情 例如 他可以要求这个外国的这个政府跟组织啊 政治性组织去提供给香港政府 所谓的必要的资讯 哇靠 这个概念是想什么 这个概念就像是我们台湾立了一个法 然后里面规定说呢 台湾政府可以要求美国政府提供必要的资讯 听到这句话 正常人都只会有三个字的反应 神经病 然后再有另外一个三个字的反应 叫官电视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港区国安法到这个国安法的实施细则 里面充满了一种自卑转自大的这么一个心情啊 就是说 他知道事情 全部都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路搞出来的 但是面子上又挂不住 你总不能要求一个一直标榜伪光正的共产党承认自己犯错嘛 那就可以下台啦 所以呢 为了巩固自己的面子 然后把过错多给都往人家身上推 才会出现这么一个很扭曲的法律 那个还管到人家外国政府 甚至还管到一些就是莫名其妙事情 而且里面啊 这个他有一些法条非常的可怕 什么可怕呢 就是你在必要的时候 你可以去检举人哦 检举什么 我怀疑他的财产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 哇 原来今天我有一辆机车我也会危害国家安全 原来今天我在这个 例如说我在这个台北有一栋房子 我在泉湾有一栋房子 这也会危害国家安全 那我就会被检举人 那香港特区政府可以做什么事情 哦 你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吗 所以我要暂时扣押 哇靠 这个不就是以前那种告密 然后领赏的这种特务的模式吗 然后呢 香港的国安法就是把它变成是一个法律名文规定说 人人都可以当掉北阿拉 你只要看谁不爽 你就检举他危害国家安全 他就被抓了 然后呢 这个反正 现在 香港政府权力很大嘛 对不对 那你只要随便找个理由 那个去 那个 安在他头上 他不但人被抓了 手机的那个 这些财产都不见了 那个 脸书账号也都没了 甚至连他住的一些 自己的一些不动产 搞不好也就这样被充公了 这个就是现在香港国安法会出现的状况 那 这个东西有人会觉得说 啊我就没做啊 我就那个 怎么 呃平时不做 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嘛 但是不要 忘了哦 中国政府跟香港特区政府这个国安法 他已经不是鬼敲门的承诺 而是鬼破门而入了好吗 他也不管你自己是不是门有锁起来 他就一脚把那个门踹开 然后把你的人带走 然后把你的房子呢 变成他的这个财产 所以在这个实施细则的施行之下 最有利的是谁 就是现在有一批 要帮香港特区政府 跟帮中国政府 当走狗跟打手的这些 表面上叫做维持治安的人员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有权利可以来认定说 哎 你有没有违反国家安全 你的那个佩佩珠的玩偶 我怀疑他违反国家安全 我要查扣 这完全是可以出现的现象 那么呢 财产是如此 人就更不用说了嘛 你想想看 那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帮香港特区政府 跟帮中国政府去维持国家安全的这些人 他们跟香港没有任何的地缘关系 从外面掉进来的时候 他会把香港人当人看吗 不会 所以 这些人会怎么样 路上看到漂亮的 来 有嫌疑带走 这个反送中旗舰已经出现过太多次了 那也有非常多年轻人的尸体 就是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 全裸的 然后坠了 然后香港警方说死因无可疑 哇靠 这一个人的智商到底要堕落到多少程度 或者是残缺到多少程度 才会觉得一个全裸 从高楼上跳下来的人 死因无可疑 对不对 中国政府就是敢这样搞给你看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香港人的生活 或者说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已经不像是英国殖民时期 可以获得基本的保障了 而是随时都有可能在中国政府 还有香港政府的一身令下 或者是说看对眼的情况之下 要你搅出来你就搅出来 所以现在香港人他们的反抗 已经到了一个很令人遗憾的程度 是怎么讲 因为他真的是非常的荒谬 现在香港他们就想要去表达一个抗议的诉求是怎么样 他不是上街举标语 因为这个已经都不行了 那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这个人都会被抓去 就是有港独的嫌疑 像我这台电脑如果一度进香港 一定立刻被没收 因为他上面就有贴个贴纸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那香港人他们的反抗是什么呢 他们就号召一群人 拿什么 拿一堆白纸走在路上 或者说在街头上 就是站着示威抗议 为什么 因为这个脉路 他来自于一个冷战时期的一个非常古老的笑话 那古老笑话是这样子 就是有一个人 他就是在这个苏联铁幕的统治之下 然后他就是 表达不管怎么样的抗议他都会被警察取缔嘛 那个被那个 治安的人取缔 所以有一次呢 这个人他就真的什么都 没有拿 或者是说他拿的东西上面什么都没有写 就是一碟白纸 然后他就走到警察的面前 他就看说我什么都没有写 我看你能不能逮捕我 因为他都没有表达任何的意思了 当时候呢 那个警察就回复这个抗议的人说 虽然你的纸上面什么都没有写 但是我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就把人给抓走的 所以 这么一个在冷战时期 苏联时期的这么一个笑话 冷笑话真的很冷 而且也是就是很荒谬 那活生生的出现在了 2020年7月7号的香港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就是 你中国所谓的这个一国两制 假的 中国要和平崛起 假的 你中国要保障香港人民的生活方式不变 假的 香港人已经 在没有办法选择的情况之下 被迫用他们最后的一个行动 来跟全世界的人说 千万不要相信中国的任何承诺 因为那个都是不算数的 这也是很符合中国优狼的传统 特别是那种匠纲文化嘛 对不对 那个台湾以前有几个 深知中国人习性的作家 例如说像柏扬 他就写过丑陋的中国人 里面露目三分啊 有兴趣可以找来看一下 所以其实香港的局势 对台湾最重要的一个意义 就是在于说 中国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国家 不是 而且 中国的这个动作更证明的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内部的局势 已经严重到 他没有办法去假装 让香港维持一个一国两制的表象了 因为假设中国他现在的国内局势是稳定的 是强大的 OK 他当然就有非常多的资源 跟甚至是一个这个能力 去让香港维持一个 一国两制的一个假象嘛 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假象的嘛 可是呢 当中国的内部局势 严重到一个程度 对立到一个程度 紧张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不演了 为什么 他没有那个能力 再去维持香港一国两制的假象了 他必须优先的去控制 他自己的一个领导权 跟一个所谓的政权的稳定 姑且不提别的嘛 你看像长江 哇 那个三峡大坝那件事情 那个洪水淹得多严重 那接下来又有像是这个 鼠疫 内蒙古出来的鼠疫啊 南蒙古 然后还有那个会租传人的 一些新的病毒 你会发现到说 当这个情况 再加上国际大环境 就是美中贸易战 还有武汉肺炎 哇 种种的这些局势 使得中国国内的情况 越来越不稳的时候 他就会转而是一个 赤裸裸的现实主义的考量 是什么呢 就是 我不管你外面怎么骂啦 我也不怕你骂啦 我就是要让香港这块土地 是中国的 而且没有任何人可以去改变这个决定 这个就是传说中 台湾常常听到的被恐吓的句子 叫做 留倒不留人啊 所以现在中国呢 他就是透过这种 港版国安法的实施 要去让香港真的是 留倒不留人 留下来的 只会是中国认可的人 而不是现在的香港人 那这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 呃 中国啊 他的整个 国际的这个展现 随着这个之前 一带一路的受挫嘛 然后美中贸易战 然后华为现在也遭到 包括英国跟法国的陆续的抵制 那使得他在国际上的威望 已经一落千丈 虽然说现在其他国家也都是面临到武汉肺炎的非常严重的挑战 可是对于中国来说 他的问题就更严重了 因为 中国他是作为一个世界工厂崛起的 所以他的一个初级的一些商品 或者一些低阶的消费品 他是非常的仰赖贸易的稳定 这样他们才有钱赚嘛 当整个环境大这个大局势都已经不利于他 而且各国也都有意无意的 就是明白的要去贸易制裁的时候 他东西就算制作了也生不出去 这就会造成国内经济的非常严重的影响 所以当国内的局势越来越乱的时候 他当然就再也没有能力去维护一个表面上的假象 所以他现在的情况很明显 就是说OK 香港我也不言了 我就是跟你说 我共产党的做法就是这样子 那他接下来 既然香港这个样板不见了 他就会更赤裸裸的去来处理 台湾这一块的状况 所以台湾的民众 就是千万不要再对 中国有抱持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你越抱持的幻想 你的下场就只会比香港人更惨 那香港已经用他们的生命 跟他们的一个现况 来跟我们展现就是说 清中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台湾人 特别是作为一个 有正常的判断能力的台湾人 还要再去清中 那的确是一个 令人相当没有办法 接受跟匪夷所思的情况了 那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 也是跟我们有一样的想法 那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节目要在这边告一段落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没办法 那么等会